这一期呢咱讲一讲跟汽车相关的三个保 分别是保养保修和保险 那这期呢相当于比较基础的一个概念上的梳理了 因为我后续呢想讲很多关于汽车保修汽车保养 尤其是我们在第一个买完车之后 他又让我买什么保险方案保修方案 这都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的 都签完合同之后进入到finance manager办公室的时候 又拿出来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宣传册 哎呀方案A方案B金色方案银色方案铜牌方案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 哎我后续的保养我是去dealer好啊 去品牌车行好 还是说我自己找地方找人找什么样的店怎么样去看 我车坏的保修是买原厂的好买第三方的好 还是说我自己找人修一修就行了 哎我想在讲那些东西之前 包括后续讲撞车 如何走保险修车自费修车 自费修车怎么找便宜资源便宜配件 在讲这些东西之前 我先把这三个东西给梳理好 因为在我接触的购车养车的朋友呢 包括我在汽修店工作时候接触的客人呢 我发现这个东西还是有必要梳理一下的啊 当然对于很多都非常懂的朋友啊 这期可以跳过 那第一个保养 那保养呢 就包括车的一些常规的正常磨损 相当于车它没有发生故障 但是呢 大家知道这个工业产品呢 它是随着使用的过程中 很多配件是有消耗的 最简单的就是轮胎啊 我们自行车的轮胎也好 汽车轮胎也好 就相当于我们的鞋底一样 这鞋穿时间长了 鞋底磨薄了啊 他就说说土话讲叫吃不住劲的 那就得换了 所有的油水 无论是机油刹车液 还有是变速箱液 包括转向助力液 包括一些常规的啊 刹车盘片 这些东西呢 都属于保养的范畴 保养呢 相对于保修 或者说相对于故障呢 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有周期性 或者说叫可预见性 那这个东西呢 就非常利于我们预判断 提前规划消费 对吧 我这个车换这个油 大概呢 是半年或者是六千英里 反正时间或里程 哪个先到了 哪个去换啊 他这一次换机油呢 要我八十块 我上外边自己换呢 也得是七十五到八十五 我自己买油呢 大概是六十啊 算上我自己再去回收 怎么样 大概这样是好算啊 我这个刹车 刹车盘呢 大概能用个四万英里到八万英里吧 刹车片呢 大概是两万五千英里到六七万英里啊 因为不同的车 有的车性能车 它消耗就比较快 加上它的配件呢 更倾向于刹车性能最优啊 所以说它消耗的比较快 加上有的人开车习惯呢 刹的比较急 对吧 有的人大老远 看那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它就开始滑行了 不同的开车方式呢 都会有很大的不同的结果 轮胎也更容易看了啊 正常的轮胎 大概开个三万五千英里 这是性能车的 正常代步车的四万五千英里 到六七万英里都有 对吧 大家可以预估预判 所以说我在买这个推销员 推销我这个轮胎保险的时候 轮胎保养的时候 我大概能算出来啊 使用这么长里程 这么长时间 轮胎的磨损的保险呢 你卖我多少多少钱 这个钱换算成 我自己去轮胎店买 也买相同品牌型号轮胎 还不错 那你这价格不错 那咱就买 你这价格都够 我自己单独去买好几套轮胎 按照一套开四万买算 你这保修里程也太短了 那就不划算 对吧 所以说这些东西非常好算 因为它是保养是有周期性的 可以预判的 那下一步说保修 warranty warranty这个主要保的内容呢 是车自身出现故障 出现问题了 比如说check engine light 引擎故障灯亮了 当然很多情况下呢 并不是发动机坏了 而是比如说供油系统 比如说进气点火 这些东西有问题啊 那电动车呢 那就比如说电机有问题 或者说控制系统出问题 那混动车呢对吧 它既有电又有油 这两个说基本上都是车自身的问题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发生故障了 比如说ABS灯亮了 不好使了 刹车防bounce系统不奏效了 TCS of traction control system 牵引力控制系统又坏了 charging system 这个电池标不是电池不好啊 是charging system 是充电系统有问题了 我这车充不上电了啊 包括还有说空调有问题 出不了风出不了冷风 或者说呢 只有部分空调出风口出风 四个口只有三个口出风 对吧 这都是车自身的问题 这个属于保修 warranty范围之内啊 是自身出现问题 那第三个insurance保险 保险呢 当然里边可以细分了 以后我们可以细讲 是comprehensive啊 还是liability 对吧 可以细分是自己的责任 还是买综合性的所有的保险 是撞到property 撞到树了 撞到别人的房子了 别人的油桶 棋杆子 还是说天灾啊 天上掉冰块 雪球 还是撞到动物 还是说我跟其他第二责任方 汽车发生事故 这个以后呢 我们可以细讲 总之保险覆盖的是车 由外伤引起的损坏啊 就是说他撞了 他磕磕碰碰了 当然这个外伤可能撞到严重到把里边的机械构造也给弄坏了啊 所以说我们去body shop 去修这些车身外观板筋碰撞的时候 他们店基本也会修内部的东西 把你损伤的配件修复或者说更换 这是body shop保险所涵盖的 电视生活中接触到很多朋友 可能我我跟他讲的时候我没说清楚吧 他买了个新车 他觉得这个车有保修 然后呢他去车行给我才给我免费换机油 给我免费那个坐轮胎动平衡 车行说不好意思 咱这个品牌只有保修 没有免费的保养方案啊 你看这个车主他有时候他整不清楚 有时候这个车主买了个车 他带保修方案 他车坏了 他去找车行 哎呦我这车哪哪坏 他说你这个问题不在保修里边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有必要梳理一下 什么是保修 什么是保养 那保修跟保险之间 我也见过很多客人啊 呃他自己车坏了啊 就是说空调比如说不良了 或者说放机抖啊 这些内部构造出问题了 他来气球场修车 他让我给去给他的保险公司打电话 让保险来付这个钱 OK insurance保险只覆盖因为碰撞事故所产生的维修费用啊 还得是本次事故 跟你这个车自身出问题没有关系啊 所以大家要要梳理开 那还有个客人他来带个车啊 出事故了 撞了 他前面撞了 他说我这车后边有个坑 你能不能给这次保险的时候 让保险公司报销 能不能把我后边那人免费修了 这种问题吧 我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发生事故的那个位置 跟你之前就想就已经坏掉想修的 在同一个位置 可能啊 可能还可以说的过去 对吧 你不能说拿了一个车 哎 小张 你看这是警察出的事故报告 我把别人车追尾了 我前面撞了 然后跟我说 小张 我这车 车尾门上有个坑 后备箱上有个坑 能不能这次保险也报销了 怎么可能啊 那汽修店怎么修车 只要是走保险的 一定是有保险公司的 Prizo 叫定损员吧 他来监督和批准的 他就是参与定损的 不能汽修店说多少钱 修多少修什么东西 当有公司就给审批 直接报销 对吧 是一个相互监督 相互制约的这样 所以说 你有一点小想法吧 不要太离谱 对吧 人家一看就感觉就太离谱了 那根本就没法做 OK 这期呢 就是简单梳理一下这三个内容 我再举个例子 把这个东西换到人身上 看我每一行最后画了一个小图案 保养就相当于我们日常的健身 我们做美容 我们去锻炼身体 我们吃一些营养品 是一个正常保持自己健康的这样一些做法 那保修呢 是我们 机体坏了 比如说消化系统啊 或者是 某些 系统吧 生病了 去医院了 那保险呢 基本上是出外伤了 我摔跤了 我从哪哪哪掉下来了 受到一些硬伤 外伤 当然这个外伤呢 如果过于严重的话 会伤及到内伤 对吧 所以说 保险呢 也不仅仅只修body 车身的外观 板筋 喷漆 碰撞什么的 伤到内部呢 也要走很多机修过程 这个时候在保险单上边 又有区别体现了 你的机修 Mercant labor 和做板筋 碰撞的body labor 是不一样的 它的工时费是不一样的 这以后能给大家再 拿案例细讲 工作中还接手到 有的客人说 我开什么什么神车 我这换丰田 人都说不坏 我为什么要换机油 不是那么一回事 对吧 你这个车就算 它故障率再低 一个工业产品 你该给它换油 你该给它保养轮胎 保养刹车 该怎么做 就要做来保证 它接下来是一个正常 健康的运转状态 所以说保养 它跟修坏 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 但是保养的不好 基本会导致出问题 出坏 对吧 这就为什么车厂 有很多车 它可以用到六七万英里 可以开到七八年都不坏 但它的保修 只给到三年四年 对吧 因为它会给自己留一个后路 万一这个车主 它不好好保养 因为保养不当 把车给搞坏了 你回来再让我给你买单 让车厂免费给你修 这车厂不赔钱了吗 无论你开了什么车 请按时按量保养 有的车呢 可能它对油品质量要求不高 但是呢 你也不能不给它换油 是这样一个意思 就像养宠物一样 名贵的狗狗 马蹄 它要吃好的 喝好的 对吧 普通的 你也要给它吃饭 对吧 你也要带它去 去做相应的保健工作 你也不能说 完全给它扔在一边 OK 这期的内容就是这些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汽车文化 产品 消费 市场 商业 我是张小车 我们下期再见